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就今个月的主题上帝的家 为你简选第四篇的主题信息 永恒的教会 不知你所属的教会有些什么 让你值得感恩的地方 而你又怎样帮助上帝的普世教会成长 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至二十二节 就有这样的教导 我们一起听听 十四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唯要将两下值着自己 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值这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上帝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值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 你们不再作爱人和客女 是与圣徒同国 是上帝家女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第二十二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上帝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正当主日聚会快要结束时 一位带着两个小孩子的年轻母亲 就来到我们教会问 请问教会是否结束了 而这位接待员就告诉他 附近的教会有两堂主日聚会 第二堂就快要开始了 接待员还问他 需不需要有人送他们过去 这位年轻的母亲也表示 需要协助 之后他很感激地 可以去参加另一个教会的聚会 后来这位接待员就回想 这位妈妈的问题 就得出一个结论是 教会结束了吗 绝对不会结束 上帝的教会是永远存在的 教会并不是一个脆弱的建筑 教会是由对上帝中心的家人所组成 在《二佛所书》二章 十九至二十二节新译本 保罗就这样说 主耶稣建立的教会是永恒的 他宣称尽管教会面临挑战或困难 但是阴间的权势是不能够胜过他 透过这个视觉 可以让我们得到力量 明白世界各地的教会 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都是上帝普世教会的一部分 我们是被建造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直到西西代代 永永圆圆 全世界都当赞美 主爱心不见底 全世界当告举你 转轨无法代替 全世界屈室敬拜 深信有你拖带 全世界那种大难 总有自爱上帝 让基督徒的爱 绕过世上每一方 总是有难关 孤单一个 主别带领走过 爱心的家属 多得你为我释放 别断车这人生 主打我看重我 各位朋友 你所属的教会 有哪些地方是让你感恩的 而你又要怎样帮助上帝的 普世教会成长呢 邀请你可以去到留言区 请和我们分享你这方面的得着 或者回应 很希望我们能够借此 彼此代讨和鼓励 一生梦里护养 愿记多迪爱 数星世上会发生 你用你自信 轻轻之忍 拒走世界黑暗 你起身忧伤 再欠爱或关心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这样说 阴间的权兵不能胜过他 各位朋友 邀请你我们这段时间 一起祷告主 亲爱的主耶稣 我是你教会中的一份子 求你让我在你里面 继续被健在 祈祷的爱 今天尽入我生活 当让我苦中 牵擦走错 主便令我走我 用心中的火 笑天世上每一歌 伤口伤低似忍 总为后送我 好多谢你收听收看 今个月的主题 上帝的家 为你所揀选 最后一篇的主题文章 永恒的教会 盼望当中的内容 和诗歌都能够继续鼓励你 帮助上帝的普世教会 得着成长 邀请你可以去到留言区 和我们分享你的心得体会 并且继续收听收看 我们其他的主题信息 愿上帝慈福如你 谢谢大家